非常榮幸能夠應邀到我們中繼社跟中工會合辦的作業工程技術以未來掌握研討會 非常謝謝潘董事長還有廖理事長 我真的要恭喜遠通公司 要恭喜高工局 恭喜交通部 恭喜全台灣的國民 從剛剛張總經理 張理事長的報告 大家可以很成功地看到一個智慧運輸服務的商業模式的演化 他非常精彩地把他內容給揭示出來 今天這個場合也非常有趣 當時2010年開始 到2014年這個最痛苦 然後到到達彼岸的那個過程當中的兩個key man 一個就是張總經理 一個就是曾大仁先生 都在現場 我們引述一個政治人物的話 他說痛苦會過去 美麗會留下來 確實是這個樣子 我想ETC的成功無疑是台灣在全世界 非常光榮的一件事情 到現在大家還在追 還在跟 剛剛張理事長已經把說 從一個人工收費 變成用一個最數位的可能的偵測 也就是早期物聯網的應用 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麼所帶來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當時也沒有想到說 當然是有像毛部長還有大家看到 就是說 事實上當時在OBU的時候是碰到痛點 不管是民眾使用的痛點 不管是我們企業經營的痛點 不管是我們政府推動這個計劃的這個痛點 那調整過去以後 可是這個計劃所帶給台灣的這個經濟的影響 實際上是非常非常深遠 剛剛您有一些圖示在上面 那就像你不再需要去印那些 所謂的這個通過的這個票券 事實上一塊 然後當時還有38塊 還有什麼折扣 你現在去想那些事情 你會覺得很ridiculous 可是在當時它是理所當然的 那這裡面時間的節省 那油耗的節省 可是這裡面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政府的在通行費的稅收上面是 的收入上面是大幅的增加 因為通過數量多了 你每一個LAN是2100個PCU的per hour 這個所謂的這個MultiLAN的free flow 這個是非常非常 我想這些我就不在這邊再去贅述 它的這個給台灣2300萬人 你不要不會開車也在享受這個服務 因為它坐在運送它的車輛上面 Mobility service上面 我會往下有兩個部分的這個分享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上面 除了我們民間的努力以外 政府跟各個stakeholder 都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政府在推動這個政策的堅定的意志跟決心 所以您剛剛看到 您剛剛提到這個局長不同意 事實上局長就算是有點猶豫 部長也不同意 那就逼著你非得要往前走不可 那這個除了是部長以外 其實當時的各局 包括公路總局 監理單位的配合 還有公路總局相關的很多的這個協助 也都是從示範 在基隆的示範 你記得嗎 那後來才能夠慢慢的 那個是一個很高協力的上去的這個上升 就到達彼岸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個轉變是在商業模式非常經典的一個就是說解除痛點 增加收益 這才是一個商業模式的精髓所在 那可是這件事情要做到你現在百分之九十幾的這個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你不能不感謝公路總局 可以提供給你的這個人車級的非常完整的即時的 所謂的這個數位的這個交換 因為你不管是從ETC tech到他的這個車級 不管你是用攝影機照到他的車牌 你都可以從我公路總局這邊得到最準確的這部車 誰的 這部車的收費要寄到哪裡去 這個是一個非常完整的Digital Infra 那這個在現在東南亞做不到的原因也是在這一部分 其實是很困難的部分 所以這個Digital Infra 在整個政府部門之間的這個Integration 也是一個成功的關鍵之一 那我想就是說 在這個所有的 還有一件事情 雖然大家在媒體上常看到好像很多抗爭 可是我必須很肯定的說 在原來的收費員的安置上面 在部裡面的要求 在遠通的協助底下 百分之八十幾 九十是得到非常好的安排 那百分之十幾 事實上是有一些其他原因 可是so far 現在也已經成為一個過去的經驗 可是這個經驗 在往後的數位化 那這些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也可以提供給其他的這個 不管是哪一個organization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就是一個點換的移轉的參考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政府部門跟企業部門的耐心有效的溝通 如果不是有一位先生常常跳出來講一些話的話 也許的過程會更順利一點 那當然這個不能說有什麼不對的事情 那但是我們不能夠因為這樣的成功就停留在這裡 我會覺得說ETC往後還在這個ABCDE FG的這個基礎上面 還有更多的這個展望的可能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透過車牌跟我們的RFID 已經相當程度的有一個所謂的這個電子車牌的可能性出來了 那這個電子車牌我怎麼樣在這個Digital Infra上面 再去做更多的integration 那比如說我可不可能去跟保險業去做個串聯 這部車它在運轉的這個這麼多的里程 我這麼多的這個traveling data上面 然後它的多少的造勢率 那這個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保險的這個服務的改善 好的合約的提供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常常在講這個交通部 希望說氣燃費要水底層徵收水油徵收 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從ETC這邊掌握到一些數據 它可不可以成為將來從現在的按車按CC數據徵收 變成成為水油徵收的一個可能的一個infra 我覺得這個都是交通部應該去想的事情 那當然要做這件事情就必須有沒有考慮到說 我們在省道或者在其他的市區道路上面 再去把這些所謂的rfid的這個detect device 能夠再廣布出去 所以這些事情實質上都是我們所謂的前瞻計畫可以去做的事情 當然將來的物聯網車聯網可能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包括電子車牌的這樣服務 但是現階段先從我們車級資料跟ETC的整合上面先去走這麼一步 所以我想最後一個事情就是剛剛講的國際合作 那台灣怎麼樣善用這樣的一個好的經驗去國際上再去得到更多的支持 那我會覺得在現在的環境下像中頂這樣子像遠通這樣子 完全讓民間出去其實是最沒有政治主力的 那我們應該幫助這樣的團隊在國際間壯大 那這是以前今天我的小小的一些分享 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